2022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第五个比赛日争夺全部结束 在男女单打第三轮首日比赛争夺中 中国名将王强先赢后输 他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连输两盘以1比2不敌美国盟女凯斯 无缘奥网女单16强 没能追平在个人奥网最佳战绩 王强止步女单第三轮 而赛会女双4号种子中国金花张帅与斯托瑟组合 在女双第二轮比赛中同样被逆转击败 在与里内特佩拉的比赛中 张帅斯托瑟7比6先胜一盘 随后两人失误过多连丢两盘 总比分1比2爆冷不敌里内特佩拉 无缘女双16强 第五个比赛日中国金花唯一一场胜利 来自女双14号种子徐亦凡杨昭轩 两人在与奥拉鲁弗雷德萨姆的跨国组合较量中发挥出色 他们连赢两盘以2比0战胜对手 晋级下一轮 中国金花表现有席有优 而两位大满贯冠军大阪直美和奥斯塔彭科则是惨遭淘汰 未免冠冠军大阪直美先赢后输1比2不敌阿尼西莫娃 而前法网冠冠军奥斯塔彭科则是1比2不敌克雷吉茨科娃 随着比赛的深入 中国金花在单打比赛中表现越来越吃力 第二轮比赛王熙宇、郑清文、王兴宇三人被淘汰 只有王强和张帅晋级第三轮 女单第三轮比赛王强率先出战 他的对手是美国名将凯斯 第一盘比赛王强一开局就破掉了凯斯的发球局 凯斯不甘示弱 随即回破了王强的发球局颁平比分 随后两人各自爆发战成2比2平 第五局比赛王强再次破掉凯斯发球局 凭借这个破发 王强顺利以6比4拿下第一盘比赛胜利 第二盘比赛王强开局状态依旧出色 他连赢两局取得2比0领先 随后的比赛形势急转直下 王强状态突然掉线连丢四局 最终王强3比6输掉第二盘 双方进入决胜盘较量 第三盘比赛过程一波三折 前六局比赛双方互相破掉对手发球局 战成3比3平 随后双方又各自爆发 战成6比6平 比赛进入强识大战 王强开局连丢8分 比赛失去悬念 最终王强在强识大战中2比10落败 总比分1比2不敌凯斯 无缘女单16强 中国金花在女双比赛中的表现有习有优 前奥王女双冠军赛会4号种子张帅 斯托瑟迎战里纳特佩拉 第一盘比赛张帅斯托瑟开局连赢4局 取得4比0领先 里纳特佩拉不甘示弱 随即回敬一个4比0后双方打成4比4平 随后双方各赢两局战成6比6平 抢7大战中张帅斯托瑟两分 险胜先胜一盘 第二盘比赛双方开局各自爆发之后 战成1比1平 随后的比赛张帅斯托瑟状态下滑 他们连丢5局以1比6不敌里纳特佩拉 前两盘双方战成1比1平 决胜盘比赛 双方打得非常激烈 前8局比赛双方都各自顺利保发之后 战成4比4平 第9局比赛 张帅斯托瑟表现不佳交出了发球局 背水一战的他们在第10局完成破发扳平比分 遗憾的是 随后张帅斯托瑟又在自己发球局输球 最终里纳特佩拉在第二个发球胜赛局中胜出 总比分2比1逆转击败张帅斯托瑟 女单赛场继续爆出大冷门 未免冠军赛会13号种子大阪直美迎战美国名将阿尼西莫娃 第一盘比赛大阪直美一上来就破掉对手发球局后 饱发取得2比0领先 随后的比赛阿尼西莫娃虽然顽强保住自己发球局 但没能从大阪直美手里拿下破发 大阪直美以6比4先胜一盘先升夺人 第二盘前三局比赛双方都各自爆发 率先发球的阿尼西莫娃2比1战得先机 第四局比赛大阪直美表现不佳被对手抓住机会破发 凭借这个破发 阿尼西莫娃以6比3扳回一盘 决胜盘比赛双方打得非常激烈 双方一直没有破掉对手发球局 双方从一平一直站至6平 值得一提大阪直美在第十局曾逼出两个赛点 但最终都没能抓住机会 最终他在抢十大战中5比10落败 总比分1比2被阿尼西莫娃逆转击败 无缘女单16强 未免之旅宣告失败 前法国女单冠军奥斯塔彭科也输球出局 在与4号种子克雷吉茨科娃的比赛中 奥斯塔彭科开局打得非常出色 第一盘比赛 他两度破掉克雷吉茨科娃的发球局后 以6比2先胜一盘 第二盘比赛 双方前八局比赛评分秋色 战成4比4平 第九局比赛奥斯塔彭科交出发球局 随后克雷吉茨科娃顺利饱发之后 以6比4扳回一城 第三盘比赛克雷吉茨科娃 凭借开局的一个破发机会 把优势转化为胜利 克雷吉茨科娃以6比4胜出 总比分2比1战胜奥斯塔彭科 强势晋级16强 在其他比赛中 头号种子巴蒂直落两盘 横扫吉奥尔吉 强势晋级第四轮 佩古拉2比0战胜帕里萨斯迪亚兹 萨卡里2比0战胜库德梅托娃 阿扎伦卡送蛋横扫斯维托利娜 阿扎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